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作这三篇信息的开头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篇信息 第三章的开始 我说 就是弥迦说 雅各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 你们要听 要听什么呢 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 上帝差遣弥迦责备以色列的这些君王领袖 责备他们不知道公平 因为他们的行事为人 都充满了不公不义 欺压这些弱小的百姓 第二节 你们物善好恶 也就是说 该做的你们都不去做 不该做的恶事你们倒喜欢去做 你们从人的身上剥皮 从人骨头上剔肉 吃我们的肉剥他们的皮 打折他们的骨头 分成筷子 像要下锅去煮 又像斧中的肉 斧也是一种煮肉的锅具 二节跟三节 弥迦所形容这些邪恶的首领 他们不公不义的情形 非常的令人感到可怕 因为他们好像是在吃百姓的肉 然后把百姓的骨头打折 然后把他们切成块 放到锅子里面去煮 吃人啊 他们把百姓当作食物 来吞吃百姓 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种行径 让耶和华极其的愤怒 因此到耶和华审判 以色列的时候 这些领袖官长 他们被仇敌来攻击的时候 他们就是遭灾了 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 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 这些人是谁呢 就是这些不公不义的 以色列的官长 那时耶和华他 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 向他们掩命 针对先知这样的审判的预言 在第二章也曾经说过 但是呢 在第二章 这些被责备的领袖 官长或是上流社会 正商名流 他们听到迷迦这样的责备的信息 都还来不及回应的时候 在第二章 假先知就抢先出来回应 真先知 甚至在那个地方 假先知还认为 真先知所说的这些预言 是在羞辱这些权贵 羞辱这些正商名流 甚至假先知 还替他们辩驳说 难道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 难道耶和华 他是一个心肠狭窄的神 看不得我们好吗 这个时候他们的背景是主前第八世纪 是以色列的北国跟南国 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强盛的时刻 因此呢 对他们来讲 难道上帝是看不得我们发财 看不得我们国家经济繁荣 看不得我们外交军事 节节胜利 上帝是一位这样心胸狭窄的神 这个言语很酸 也就是说 上帝啊 你既帮不了我们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去使我们成功幸福快乐 你为什么还看不得我们好 还要来咒诅我们呢 一样在第三章这里 第五节 假先知 也一样受到上帝的责备 论道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 他们牙齿有所绝的 就是牙齿在咀嚼东西 吞吃东西 他们就呼喊说 平安了 凡不攻击他们吃的 他们就预备攻击他 刚刚讲到这些 以色列的上流社会的人 正商名流 这些权贵统治者 他们在剥削人民 吃喝百姓的肉 他们把百姓当作 这个锅中在烹煮的肉 假先知也来分一杯羹 因此第五节说 他们的牙齿有所咀嚼的 就是他们去分一杯 这些权贵分子 剥削百姓 不公不义 所掳掠来的这些财富 他们分了一杯羹 那这些假先知呢 得到这些不公不义的领袖 权贵的供应之后 他们就呼喊说 平安了 假先知运动 跟成功神学常常是 密不可分的共犯结构 因此呢 他们互相从对方的身上 取得利益 假先知靠这些 成功神学的领袖 不论是政治领袖 经济领袖 或是各方面的领袖 他们的供应 然后呢 假先知就提供假的预言 使这些领袖们 可以更硬着心 也更壮胆 去行不公不义的事 第五节说到 凡不攻击他们吃的 这些假先知就预备 要来攻击他 预备攻击他 他的原文其实是很激烈的 原文是 就对他们发动胜战 也就是说 只要你不给这些假先知好处 他们就假托耶和华的名 说上帝要毁灭你 上帝不祝福你 上帝要攻击你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就是假先知 你们必遭遇黑夜 以致不见异象 又必遭遇幽暗 以致不能占谱 日头必向你们承诺 白昼变为黑暗 到那个时候 第七节 先知必爆愧 占谱的必蒙羞 都必污着嘴唇 因为神不应允他们 第四节经讲到 到遭灾的时候 神是会向那些坏领袖 颜面不顾他们的 第七节讲到 也是一样 到时候神对假先知 也会不应允他们 他们想要去占谱 想要去发预言 却都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预言都发不出来 所发的预言也通通落空 他们就蒙羞 因为神撇弃他们 第八节 至于我 刚刚讲到两种人 一个是坏的领袖 不公不义的领袖 第二个是与这些成功神学的坏领袖 共生结构的假先知 他们都要被神撇弃 但是真先知呢 第八节 至于我 我借耶和华的灵 满有力量 公平 才能 可以向雅各 说明他的过犯 向以色列 指出他的罪恶 真正的先知 他不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来作为他服事的动机 真正的先知 是把百姓当作是自己至亲的骨肉 因此他不忍心看见上帝的百姓 走向沉沦跟灭亡 因此借着耶和华的灵 所浇灌他的 所启示他的 所感动他的 他满有力量 公平跟才能 要指出上帝的百姓 的过犯跟罪恶 借着耶和华的灵 满有力量 这个是满有重要 满重要的 假先知跟不公不义的领袖 就是因为没有力量 才会变成这样 什么意思呢 他们面对 这个国家跟个人环境的困境 他们觉得依靠神没有用 因此他们就去其他的地方 寻找偶像 然后呢 用神所不喜悦的价值观 来得着力量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力量 这个力量不仅不会长久 这个力量最后会摧毁自己 因此呢 这不是真正的力量 也不是真正的公平 很多时候 这些成功神学的领袖 以及假先知运动的这些 假先知 也会假托上帝的话语 来掩饰他们里面的贪婪 掩饰他们里面的罪行 他们所实施的不是真正的公平 他们可能会诉诸 国家的强盛 个人的昌盛 但是呢 这个过程当中 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是不择手段的 是完全把上帝的价值观 撇在一边的 因此呢 这也不是真正的才能 因为这个最后是无能 会把国家导致灭亡 第三章的结尾就是 国家因为他们整个灭亡 因此呢 真先知 就是第八节所说的 至于我 我借着一和华的灵 满有力量 公平才能 可以勇敢的 甚至是面对 假先知跟假领袖 他们的强力的逼迫 和反对的时候 我仍然有勇气跟力量 要把上帝公义公平的言语 说出来 这样才能够使国家 真正有才能 自备治理 甚至长治久安 第九节 雅各家的首领 以色列家的官长 当听我的话 你们厌恶公平 在一切的事情上 驱往正直 以人血建立喜安 以罪孽建造 伊路撒冷 这些看来 非常强盛 非常繁荣的 祖前第八世纪 南国跟北国的繁华 最后被证明 如同昙花一现 经不起考验 因此以人血跟罪孽 所建造起来的 伊路撒冷 以及统治的王权 最终都会被神审判 十一节首领 为了贿赂来实行审判 祭司为了雇价 就是给他们的工价 来实行错误的讯会 先知为了赢钱 来行占卜 而不是忠心的传达 上帝的启示和感动 而这些坏首领 坏祭司 坏先知 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这些人其实已经远离神了 但他们看见 他们短暂的这些手段 所达到的成功 丰盛 强壮 他们就觉得 我们这样做 很有印证 神看起来很祝福我们 很与我们同在 所以他们认为 他们是在依赖耶和华 而且认为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对不对 我们所领受的都是成功 祝福跟昌盛 灾祸怎么可能临到我们 因此呢 假先知心里面 还真相信自己是真先知 而认为弥迦才是假先知 十二节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 就是这些不公不义的首领 祭司 先知 这些共犯结构 因你们的缘故 喜安必备 耕种像一块田 一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殿的山 就是圣殿山 必向丛林的高处 代表什么 因你们的缘故 一路撒冷会灭亡 好像是 没有人居住的一块田 好像是 这个废墟的乱堆 而圣殿山 也被荒烟漫草 甚至是树林 所支盖了 荒废了 这个对于在 主前第八世纪 那个时候的 耶路撒冷来讲 讲这种信息 根本没人会信 因为他们正处于 一个兴盛的刀锋 果然不久之后 上帝严厉的审判就来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让我们 真正的能够 倚靠神的灵 让我们真正的有力量 公平跟才能 能够来判断 对错是非 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常常 省察我们的动机 主也不让我们 欺骗自己 以我们短暂的一些成功 一些不择手段 所达到的目的 就认为有印证 好像神 也不认为这样不行了 就让我们 大胆地继续去行恶 讨神的愤怒 求圣灵光照我们 不要让我们 落入这种可悲 看不见上帝 真光的这种光景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